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曾庆红担心的事情,真的有可能就要发生了 我们知道曾庆红是江泽民时代的国家副主席 其实呢,他是一个政治大家,他非常非常有政治智慧 那么曾庆红担心的是什么呢? 在2020年的4月11号,郭文贵先生说 曾庆红曾经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粮食问题,只要老百姓不饿肚子,他就不造反 这个粮荒的到来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 也就是说明曾庆红担心的粮荒问题 然后呢,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要发生了 目前呢,世界粮食总产量大约是25亿吨 中国粮食总产量大约是6亿到6.5亿吨 已经包括了马铃薯、高粱和红薯了 但中国人的主食呢,主要是大米和小麦 这么多年来呢,是减产的 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很简单 中国粮食的主产区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是重叠的,工业的用地 住宅商业用地呢,挤占了最好的耕地 所以呢,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每年缺口呢,近2亿吨左右 有的人说呢,我们吃米饭馒头很少啊 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吃那么多的小麦啊 大米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可以吃鸡鸭鱼肉啊 但是你吃的少,吃的馒头啊米饭少 是因为你吃的鸡鸭鱼肉多 一旦这些好干好含高蛋白的鱼肉类减少 那主粮就得多吃 由于目前呢,中美对抗呢逐渐升级 中国为了对抗美国 拿大豆做武器 已经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 大豆减少呢,豆制品的价格就大幅的上涨 而且猪饲料的主要成分呢,我们知道也是豆柏 全球大豆的产量呢是固定的 所以呢,中国不从美国买大豆 只能从巴西和阿根廷买大豆 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呢 有很多就是从美国过去的 不过就是从巴西阿根廷就加了一圈的价格 然后呢再转手卖给中国 我们中国啊,政府也是很厉害的哦 看一下,现在有的现代化的社会呢 粮食呢也是分工很细的产业了 不像以前小农经济的时候呢 我只要种点粮自己够吃了 但现在呢很多人都生活在大城市圈里面 所以呢,粮食分工呢是非常非常细的 有人种地,有人去收购粮食 有人要加工,有人要运输,有人要销售 其中的环节是非常非常多的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被破坏的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知道呢,现在是属于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的时候 已经到了189个国家 粮食的运输加工团节呢 肯定有的已经出现问题了 有的已经跟不上了 所以很多产粮国,像越南呢 就已经仅止粮食出口了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要的任务 都是保自己国民有饭吃,而不是出口 还有呢,印度是大米的主产区 已经遭受了蝗灾 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呢 从中东,从非洲过去的那个 大的,很大的蝗虫 已经到了印度 粮食呢,已经减少了 中国粮食的主产区呢 长江中下游呢,正在遭受水 在大概率呢,也是大量的减少 由于西方国家呢,主要是美国 遭受疫情呢,需求的萎缩 中国出口美国的订单呢 大量的减少,甚至取消 没有了出口呢,就挣不来美元 粮食呢,是要美元来买的 所以呢,钱少了,买的粮食也会少 前段时间,就是说在北京 不是出了一个疫情的第二次爆发吗 就说是三文鱼,是冠状肺炎的载体 其实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不让进口三文鱼了 为了节省外汇 但大陆呢,一向就是说 不会告诉老百姓真相 一向就是用撒谎 用别的这个原因说过去 所以呢,就是告诉老百姓 说三文鱼导致了北京疫情的爆发 其实呢,就是不让再买进口的三文鱼了 我们知道,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呢 种粮的每亩地呢 其实只够个人工的钱 就是一亩地大概就赚个几百块钱 就是人工的钱 所以呢,大部分的青壮年的劳动力呢 都出去打工了 只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在种地 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的土地都已经抛荒了 近日呢,中国已经发文要退耕保粮 什么叫退耕保粮呢 就是把林地啊,就是果树林 以前的很多耕地种上了果树 现在呢,就要再把果树砍掉 再重新的种粮食 说明呢,粮食的危机已经破在眉睫 网上呢,有流传一个文件 说成都市农业农村局近日下发文件 要求对前市的果园和林牧园 恢复水稻种植的情况 进行调查和上报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的这个字样 已经出现在了官方下达的文件当中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上层已经知道很清楚了 中联部原副部长周立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积极主动做好应对外部环境恶化的六大准备 其中有一条就是做好全球性粮食危机爆发的准备 其实呢,最主要是针对中国来的 也就是表明 现在的粮食危机已经到来了 我估计呢 现在呢,手头上呢 还是有一些个外汇的 还能购买一些粮食 粮库的储备呢 还应该有那么一点点吧 我们知道呢 过去多年以来 每次中国国务院发布清查 全国粮库通知呢 全国各地的粮库都会着火 就是因为那些个蛀虫 已经把粮食给卖光了 然后卖到外边自己去赚钱了 然后一清查粮库呢 他们就想办法把这个粮库给点着火 就是不让那个上面去清查 中国到底还有粮食 但是呢,有的粮库 还应该有一点点的那储备粮 或者陈化粮吧 在危急的时刻 应该还是可以拿出来解决一点问题的 在7月1日的时候呢 贵州都云市的粮仓就已经着火了 前段时间河南上海的某些个粮仓已经着火了 王岐山呢 曾经说过 我们吃草也能活2-3年 问题是现在的老百姓还愿意像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 啃树皮吃草 然后来支援国家建设吗 他们不造反吗 不过呢 以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脾气和性格来说 也说不准 就像北韩的三胖子 统治北韩都已经那个样子了 每年饿死的人那么多也不造反 因为呢他就是要把军警特县那个维持住 中国呢现在已经走向了这条道路 就是呢维持住军警特县呢 可以给他们发多发点口粮啊 多发点工资啊 就是那看呢 我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好 就可以拼命的卖命啊 去镇压那些反抗的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呢还真的是有可能吃草 现在呢国内的粮价呢上涨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估计到明年的某些地方就有可能走回计划的经济时代了 就是说呢 以前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老百姓手里有什么要粮票 地方粮票 全国粮票买肉票买豆票 估计的话呢 就会重回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 改革了三四十年 没有想到呢在2020年或者2021年又要改回去了 重回计划经济的时代呢 真的有可能要来了 我们再看呢还有一条哈 就是说的新闻 就是说我们知道呢 黑命贵的运动呢 就是在美国已经就是延烧了大概两三个月了吧 某些个地方呢还有零零散散的一些个在游行示威还在爆发 西雅图那边呢都已经建立了自治区 还有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西雅图呢 有个19岁的那个男子被枪杀 还有呢亚特兰大的一个小女孩 也在那骚乱当中呢就是死掉了 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至于现在的话呢还没有个尽头 有些呢还在持续下去 川普呢已经下令 把那些个雕像推倒的那些人呢 要让他们入狱抓起来的抓捕 然后让他们去判刑 就是在监狱里待十年吧 但是呢由民主党这个 在后面支持的这些个黑命贵的运动呢 呃其实呢是受民主党指使的 主要是拜登指使的 就是为了拉那种政治现金吧 很多呢资金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拜登的账户 在这里面呢我们看一条消息 哈在7月6号亚特兰大呢 我们知道哈在民主党也是民主党控制的城市 也是黑命贵游行声势非常浩大 和骚乱比较厉害的城市 然后的话呢就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个小女孩呢已经在亚特兰大呢死掉了 我们为她呢非常感到难过和悲哀 就是说rest in peace吧 但是呢非常高兴的就是 这个白左的市长名字叫克莎 今天已经确诊为冠状病毒阳性了 真是老天开了眼太好了 这就叫做什么 不作不死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水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好拜拜 拜拜